今天高雄市是787例 轉嫌案件數有31例 這個是包括一些境外還有系統改判 這個部分有31例 那隔離期間應轉糧的個案數是有110例 外縣市的旅遊室是42例 特定娛樂場所12例 密切接觸者609例 那其中同住親友290例 餐飲娛樂102例 職業校園194例 高風險場域23例 那警巡疫調中有14例 那這個是因為有一些確診的個案 陽性當醫院栽檢陽性的時候 其實他留的資料並不完成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都會請警方來做協詢 那轉嫌案件數31例 那為什麼會有這31例呢 是因為像有一些境外在電腦在抓的時候 中央電腦在抓的時候 因為現在個案數比較多 所以有一些境外的這個部分也沒有去 特別的在把他在判斷上 那有一些是進入以後陰陰陽陽 結果理論上應該是屬於境外移入的個案 把他判為這個境內 所以這個系統會在做改判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最近也發現很多 他其實是因為現在在登陸的 這個PCR的採檢的時候 那通常只要留下電話在刷健保卡就 就過 這個案件其實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一天有時候高達 高達這個七八十例都有 這個旅遊史昨天是56例 今天是12例有減少 特定娛樂場所 這個12例昨天是13例這個差不多 那密切接觸者的部分 請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同住親友 昨天是219例今天是290例 那餐飲娛樂這個部分昨天是81例 今天是102例也有增加 那職場跟校園的部分 135增加到194也增加 高風險場域昨天35今天23 簡單講我們今天增加的大中 還是以同住親友跟職場接觸 跟校園為主 簡單講就是假日的效應 那現在已經到達包括家庭跟職場的群聚 或者是所謂的校園的群聚 這種狀況 所以也在符合說我們每週在看 我們的疫情監測的這個狀況 那來了解說我們社區的一個風險 到底是在哪裡 所以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外縣市的旅遊史 或者是你跟外縣市 具有外縣市旅遊史接觸的人 這個風險還是很高 那尤其同住親友 假如說你的家人是有到北部地區 那回來 那你真的回到家要特別小心 假如你不放心 那你可以先做快篩事情 快篩 那尤其家中有已經 念幾次了 從前面要念幾次了 就是說 家裡有老人要趕緊去注疫苗 如果有孩子要特別注意 所以家中有老人跟小孩的 朋友 當你有外縣市旅遊史 或者是接觸到外縣市旅遊史的時候 請特別小心 う 又不是 那些 Detail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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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